这绝对是岛国最强打脸王 分分钟秒杀练习时长十年的专业大师 一旁的帅气大师经得目瞪口呆 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小脸 幸好幸好 直肿成五米高 女人名叫森川魁 人送外号卡卡魁 一手复制粘贴技能 打遍江湖无敌手 无数大师被他当场打哭 连夜回家养老喂猪 今天的第一位受害者 是日本第一剑狱美男子 40个剑狱在他手上 简直不要太轻松 看得森川直火 菜鸡新手当然得从入门开始 大师不懈地瞅了瞅森川 这瘦弱的小身板 要知道 剑狱是传统的日本民间游戏 又被叫做剑球 由木质十字形的剑和木质球体组成 中间通过一根线连接起来 需要运用手腕的巧劲 将球准确无误地置于 大小底托和棒肩上 日本人甚至创立了日本剑狱协会 制定专门比赛认证级别段数 看好就这一颗球 这轻盈的蹲起 熊熊看着有点简单啊 果然轮到卡卡葵时 大师强忍震惊 难道他真是忍者卡卡葵 想到这大师直接上难度 五个球 这下总不行了吧 结果下一秒 居然成功了 大师一脸不可置信 这可是他苦练了三个月的技巧 要知道剑狱非常考验万力和平衡 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功力 根本不可能一次成功 看着森川嘲讽的笑容 大师感觉小脸一热 直接难度加倍 不愧是大师 游刃有余的动作 飘逸的身姿 让卡卡葵看了 连连大呼 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大师看了很是放心 这很简单的 我只不过练了半年而已 就轻松做到了 轮到森川上场 模仿大师的样子 深吸一口气 一居然全空了 忍者卡卡葵难道要失手吗 大师看到这一幕 心情简直不要太好 什么最强打脸王 不过是幸运妈给幸运开门 幸运到家了 大师上前一步 就要热心教学罗伯敦的技巧 这是不靠技术分析 纯靠手感了 但卡卡葵就是卡卡葵 手感什么的 他在行呀 复制粘贴讲究什么科学 啊 这就成功了 大师在一旁目瞪口呆 他的第六感教学 这么有用吗 他那三百个傻也学不会的学生 果然是笨到家了 大师无奈 只能掏出绝招 要知道二十个剑狱的重量 高达六斤 组合起来有一臂长 大师一气呵成 这姿势就稳稳不稳 这个技巧 我打小开始练了足足八年 说完蔑视的看了森川一眼 他就不信 一个新手菜鸟而已 怎能和他苦练十几年比 轮到森川时 大师虽然嘴硬 心跳却非常诚实 生怕一眨眼 就被森川破了绝招 只见森川一提一拉 竟然全都空了 大师长输一口气 却不敢完全放心 这卡卡葵刚才也是第一次全空 结果第二次 直接啪啪打他脸 想到这 大师露出礼貌不失尴尬的笑容 发挥大师风范 继续热情地传授罗伯敦技巧 复制粘贴忍者卡卡葵 直接开启一眼大招 好家伙差点大满贯 大师经的心脏病都要复发了 森川不信邪 继续挑战 大师只能在旁边默默祈祷 希望幸运妈给他开开门 卡卡葵因体力不支 被迫结束挑战 大师此刻劫后余生 嘴角的笑容再也压不下去 差点差点他就要回家养猪了 这是日本史上最强打脸王 凭借绝顶的天赋和一眼复制粘贴的大招 在节目上一路打脸 轻松秒杀苦练半辈子的各路大师 人送万号忍者卡卡葵 快看这个男人是飞盘界的绝对王者 一手飞盘指哪打哪 看到森川若不经风的样子 大师眼睛一亮 立刻进行手把手教学 五米距离的篮筐 森川试着一扔 直接飘到两米之外 森川柔声直呼 这简直太难了 大师看到这一幕 瞬间卸下防备 继续手把手教学一番 结果下一秒 啊 这就近了 运气都是运气 大师心里一个灯 默默开始提高难度 四米直径的巨大圆环上 固定着一个三十厘米高的瓶子 只见大师自信一扔 好家伙这就是大师的威力吗 森川看得目瞪口呆 这飞盘回旋的技术 简直不要太厉害 森川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让大师直接自信心爆棚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选手 不可能一次成功 话音刚落 只见森川随手一扔 大师看得大脑一蒙 后背一凉 就差一点点 他就要被打脸了 还没等他开口晚尊 森川直接开始第二次挑战 大师蒙了 这可是他足足练了半年的技术 这打脸王居然两次就成功了 为了找回面子 他直接把强度拉满 这可是他压箱底的大招 隔着八米的距离 把飞盘精准地投入狭窄的入口 就在这时 大师居然失手了 一定是打脸王的气场太强 大师强行晚尊 一口气连头三次 终于 森川非常给面子 轮到森川挑战 大师屏住呼吸 心跳加速 打脸王用力一扔 大师的脸都黑了 膝盖一软 惊得差点当场跪下 还没等大师反应 森川又甩出一个飞盘 打脸来得太突然 大师一时间表情扭曲不可置信 他的大师尊严 今天彻底毁在卡卡奎的手中 他是史上最强打脸王 森川奎每次一出手 都会逼得各路民间大神 当场心肌梗塞怀疑人生 与此同时 今天的最后一位受害者登场 看着绚烂的操作手法 不屑的眼神 绝对是世界级的大师 不 是最强的火力少年王 看得森川大呼 这才哪到哪 大师直接展示左右互搏之术 给森川好好开开眼 耍帅结束 大师不屑地瞅了瞅森川的小身板 从菜鸟操作开始教学 顺便鼓励地来个 大师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顺手一个花式炫技 下一秒 初出茅庐的森川直接复制粘贴 大师惊呆了 顺手再来一个弹射 好家伙大师气笑了 这不得放个大招自证一下 又是抽桌布 上个抽桌布的人 脸都被打肿十米 这次卡卡葵能一次打脸吗 大师偷偷松了一口气 打脸王也不过如此吗 刚想到这 大师表情僵硬 直接啪啪打脸 果然强度太低了 大师输出一套组合技 先把球放在手指上架出三角形 接下来双手旋转三次 最后解开绳子收拾 这个组合技 我当时练了一个月 根本不可能一天完成 森川不信邪 立刻举手挑战 不愧是大师的压箱抵掘招 三段连招很难流畅的弦接 大师抓住机会嘲讽晚尊 做不出来很正常 新手练两个月能学会都很厉害了 不听不听唐僧念经 森川手上的练习动作根本不停 是要今天教他做人 大师话音未落 啊 居然成功了 这脸可打得太疼了 大师怒气直拉满 为了保住饭碗 掏出他的双手互搏之术 必须得让打脸王折在这 流畅地操作自信的笑容 嘿嘿 这你总不行了吧 然而他似乎忘了 这个女人可是卡卡葵 一眼复制粘贴完全不虚 简单熟悉了几次后 大师懵了 这女人真的会忍住吧 她不想回家养猪啊 这就是专业打脸王的实力 本篇完 本篇来自于日本综艺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本期问题 大家认为 努力和天赋 哪个更重要呢 觉得努力重要的扣3个1 觉得天赋重要的扣3个2 觉得有卡葵 复制粘贴技能更重要的扣3个3 森川葵真牛啊 不仅学习能力强 身体平衡感和感知度 也非常厉害 不愧是最强打脸王 当之无愧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不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